《西洛杉磯多家商店》凌晨被砸 一人被當場侵獲 前倒極明星競選國會議員 和警察探討加州政策 密西根兩黨初選 拜登或遭倒戈 神韻蒞臨拉斯維加斯 各級政要 褒獎祝賀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至少6家位於洛杉磯西部沿海地區的商店 在中二凌晨被竊賊闖入犯案 除了家庭經營的小企業外 星巴克等連鎖店也未能倖免 來看記者稍早的報導 我身後的這個普拉扎 從星巴克到拐角處的烤肉店 幾乎全部在周二凌晨被破門而入盜竊 破碎的玻璃和臨時的木門 都是對這場連環盜竊案無聲的反抗 受害業者告訴本台記者 盜賊搶走約200美元現金和其他物品 修繕玻璃門也需要600至800美元 他甘心保險理賠後 往後的保險費用都會上漲 另一家烤肉店的員工則說 這已經是今年第四次店鋪被砸 索性他們店裡不存現金 所以盜賊並沒有搶走任何東西 除了這五家相鄰的店面外 0.2英里外的知名美妝連鎖店 和威尼斯海灘市的商店也被盜竊 洛杉磯市議員帕克認為 地方檢察官必須正式犯罪問題 嚴懲罪犯 截至週二中午 受害商家都已經開門營業 大部分破損的門窗也已經換新 目前洛杉磯市警方正在調查更多的案件 細節他們也呼籲知情民眾提供線索 競選造勢 在本次選舉中 已故國會參議員范士丹的空缺席位 將從家維以及三位民主黨籍人士中選出 據報道 加州民主黨籍的選民數量幾乎是共和黨籍的一倍 這恐怕會是保守派候選人的一顆絆腳石 新唐人電視台 洛杉磯基爾站採訪報導 美國大選 密歇根27日兩黨初選 最大看點是民主黨選民發起的 對總統拜登的倒戈 密歇根總籍1000萬人口 穆斯林超過24萬 他們在2020年幫助拜登當選 但在去年以色列哈馬斯開戰以來 認為拜登的政策 導致巴勒斯坦人在加沙遭到種族屠殺 美國國會第一位巴勒斯坦裔眾議員特萊布 就來自密歇根州 他這次鼓勵選民選未承諾的這個選項 不選拜登 讓拜登難堪 不過 拜登似乎沒有因此改變 他27日召見國會兩黨領袖 提到給加沙人道援助 更重申對以色列的援助 給予以色列的援助 密歇根共和黨初選 前總統川普將無懸念取勝 最新民調中 川普以78.7%的支持率 領先遣除聯合國大使黑利的21.8% 不過 黑利沒有放棄 仍在努力拉選票 密歇根是第一個初選的關鍵搖擺州 自1992年 這裡一度是民主黨票倉 但2016年支持川普 2020年投給拜登 分別讓兩人上位 此外 密歇根初選為開放模式 選民可以在民主黨 共和黨 合進州內選舉的選票中任選一張填寫 新唐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美國神韻藝術團於本週四 將再度歷臨內華達州 拉斯維加斯的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 各級政要也紛紛發出包獎信 感謝神韻 歷臨 並祝賀神韻演出圓滿成功 內華達州州長喬龍巴多在包獎信中說 神韻藝術團的每場演出 通過才華橫溢的舞蹈演員 現場樂團伴奏和令人嘆為觀止的動態貼幕 絕妙體現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至善至美 神韻尋求復興中華文化的使命 為過去和現在架起一座橋樑 帶給觀眾振奮人心的難忘體驗 我衷心祝願神韻演出成功 這是一場非凡的演出 聯邦參議員凱瑟琳·科特茲·馬斯托 也在賀信中表示 希望觀眾能盡情欣賞 這台弘揚中華五千年文化的演出 也感謝神韻和所有為這部國際級演出 貢獻努力的人員 祝賀神韻在拉斯維加斯的第11次演出 聯邦參議員賈基羅森也發出賀信 他說 我讚揚神韻致力於為世界各地的觀眾 帶來喜悅、美好與恩典 感謝神韻為內華達州和美國觀眾 帶來啟發與歡樂 拉斯維加斯市長凱羅琳·古德曼 在賀信中說 神韻是對中國自古至今豐富文化的 藝術復興和送揚 觀眾將在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 見證五千年中華文化 栩栩如生地展現在眼前 神韻藝術團將於2月29日至3月3日共4天 在拉斯維加斯史密斯表演藝術中心 帶來無常演出 新唐人電視台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週二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告顯示 中共前外長秦剛辭去第14屆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此前 秦剛已被免去外長國務委員職務 週二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文件顯示 天津市人大常委會決定 接受秦剛辭去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X平臺《中國人士觀察》正好稱 目前還是接受辭去人大代表 而不是像其他幾個落馬官員那樣 直接罷免人大代表 是因為秦剛的事情還沒有官宣 秦剛去年6月消失 7月被免去外長職務 但當局至今沒有公佈其具體情況 一度有傳聞說秦剛已經死亡 而就在此前一天 外界發現 中共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名字 從中共國防部網站上的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名單上被移除 去年8月以來 李尚福一直沒有露面 去年10月 他被免去國務委員 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國防部長職務 秦剛同一條也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藝文 田圓 綜合報導 去年APEC峰會期間 藝術工作者張開宇遭親共人士攻擊 並嚴重受傷 對於中共的不法手段和暴行 他表示譴責 並聲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相關組織 藝康報導 藝術工作者張開宇在去年APEC峰會期間 曾被親共人士嚴重打傷 近日 他向本臺記者表示 共產黨不願順應歷史潮流 自動退出歷史舞臺 而是極盡各種欺騙、暴力與陰謀等手段 維持邪惡政權 他鄭重聲明 願意退出中共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我叫張開宇 以前加入過少年先鋒隊共青團 現在退出來 因為這是一個獨裁組織 一個獨裁組織的一個洗腦機構 然後把小孩子全部洗腦 上當加入他這些所謂的先鋒隊共青團 稍微有點理智 有點頭腦 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要退出去 這是必須的 要離開這個獨裁組織 離開這個邪惡的組織 他說 中共靠暴力和謊言維持政權 是黑幫加流氓的邪惡組織 他小時候就受中共矇騙 而加入了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他們自己的利益服務 根本就不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 他感慨 中國人目前還在被中共洗腦 他希望更多人認清中共的反宇宙本質 他現在還在對整個這個孩子進行洗腦 而且現在洗腦的程度還要比以前更甚 所以我覺得他還在封閉 但是我相信也會有越來越多人會清醒過來 為了幫助更多認清中共 明白真相的中國人 大紀元退黨網站提供民眾用真名或化名 聲明與共產黨決裂 直接告前已有4億2667萬6873人 退出了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楊揚、林永鋒、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為了追思阿爾巴事件 南加州、洛杉磯、台橋和其他族裔於近日 舉辦了防止政府暴行研討會 希望讓更多人在瞭解歷史的同時 為世界各地受壓迫的人民發聲 2月25日當天 臺灣、法輪功、香港、西藏、羅興亞民族 和西羽裔等不同族群的代表 在瞭解並追思臺灣228事件的同時 也講述親歷暴政的經過 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的陳女士表示 當時仍是學生的她 見證了中共對法輪功從支持到鎮壓的驟變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學生 在加州理工學院 那個時候還中領館還是很支持法輪功的 但是真的出乎我意料的就是 大概就一年以後吧 中共就開始鎮壓法輪功 所以我是親眼看到了他們是怎樣 就是說黑白顛倒 把以前自己高度讚揚的一個 這麼好的一個功法 突然間就抹黑 就是說得那麼壞了 我們很多的中國的觀眾 其實知道法輪功受迫害 但是他們並不覺得跟自己有什麼關係 他們沒有意識到說 這些迫害有一天其實也是會落到你身上的 因為這些殺人的這些政權 它不會就停留在那 最後就像絞肉機一樣的 會把所有的人都放進去 近幾年經歷翻天覆地變化的香港 有不少民主派人士仍被關押 除了港版國安法與紅色洗腦教育 港府事隔21年 也重推《基本法》23條立法 請從香港學習 不要再做同樣的錯 保護臺灣 保護我們隔壁的國家 邰國、外國、三鷹、 在越南、台灣、 和蝴蝦 全我們的問題 和我們的努力 都聯繫和融入 所以我們為我們對 為臺灣人的動作、香港的動作、俄羅斯的動作 經歷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等悲劇後 臺灣逐步走向民主 李賢群表示 香港的變化顯示出民主跟自由的脆弱 需要人民共同維護 就是百姓要互出代價 自由是不自由 自由是不自由 一對美國的觀點是 對美國和大學團體共同維護 一句話是對中國共同維持 他們都在修理對中的共和自由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一定要跟西方人講清楚 中共不是中國 告訴自己身邊的親人 其他的中國人 其他的西方人 告訴他們在中國發生了什麼 也要讓他們知道 他們在海外有多少的滲透 而且我是絕對相信草根的覺醒 會帶來社會的很大的變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曰熙 洛杉磯采訪報導 台灣花蓮縣縣長徐珍衛 於2月22日帶領訪問團來到南加州 和姐妹城市天璞市交流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深度參訪與合作 稍後帶你看到 避棄冰淺140米 36小時內重奪世界紀錄 來自中華民國台灣花蓮縣的原住民小朋友們 活力十足的舞蹈表演贏得滿堂彩 縣長徐珍衛帶領訪問團 於週一在南加盛蓋博的晚宴上 感謝姐妹市天璞市及台橋的熱情接待 大家兩個城市互相的關懷互相的支援 相當多的華人定居在天璞市 那有很多的貢獻於天璞市 對於花蓮來說我們非常非常的敬佩 他們也跟我們討論一下 就是交換學生跟雙語方面的題目 希望明年或後年能夠大家也一起回花蓮那邊再拜訪他們一下 這次出發海星高中和華人國中也帶來了傳統和創作樂舞表演 但要把它帶入到遊行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一個很新穎的一個演出形式 像我們這次帶來的就是迎風藥舞回海藍山 裡面融合了很多有關花蓮在地的舞蹈肢體 所延伸出來的舞蹈 穿上傳統服的時候會覺得就是有些人看我們 可能會覺得很稀奇 然後會想要跟我們合照啊 或者是就是覺得很漂亮 就是在跳舞當中也會覺得很驕傲 我是第一次來洛杉磯天璞市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覺得很新奇能來洛杉磯學習豐富的多元的文化這樣子 自2018年起花蓮縣與天璞市締結為姐妹市 重要推手現任聖蓋伯副市長的吳承遠期盼 兩地在文化教育和公共安全等方面 能有更多交流與發展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這個天璞市跟花蓮縣的關係 能夠繼續成長之外 能夠跟我們的深愛博士也能夠發展出更好的一些緣分 花蓮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曰熙 劉潔洛杉磯采訪報導 歡迎回來 曾創下女子冰淺世界紀錄的卡弗拉 在紀錄被打破36小時後 重新挑戰並順利奪回世界紀錄 當得知成功後 她表示非常開心 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23日在沒有氧氣和其他輔助下 克羅地亞極限運動員卡弗拉 在冰下用單譜游了140米遠 僅在紀錄被打破36小時之後 就重新奪回世界紀錄 卡弗拉曾在2017年創下冰下游125米的吉尼斯世界紀錄 但這一記錄在2月22日被日本的尾觀鏡子以126米打破 不到兩天後冒著大雪和攝氏三度的水溫 卡弗拉在意大利阿爾貝斯山的安泰塞爾瓦湖重新挑戰 僅用11分40秒 心跳減慢到每分鐘50次 新台人電視台記者 韩非綜合報導 科學家們發現大猩猩之間竟然也喜歡相互捉弄 其好笑程度甚至超過人類的惡作劇 一起來看 德國萊比西動物園的黑猩猩寶寶 看到姑姑正在認真地給姨媽捉獅子 就悄悄來到姑姑的背後趁機搗蛋 之後就逃到旁邊觀察 假裝不是自己幹的 沒想到姑姑竟完全無視她的存在 感到不受關注 小傢伙乾脆一路翻滾 不停找茬 終於惹怒了旁觀的大叔 德國這項最新研究發現 所有四種猩猩 窩黑猩猩 黑猩猩 大猩猩和紅毛猩猩 都存在互相捉弄的行為 目的是引起對方的注意 讓對方感到吃驚意外 自己就會非常開心 如果對方不以為意 惡作劇的行動就會不斷升級 研究認為猩猩的表現 與人類的兒童相似 一個八個月大的嬰兒就已經會對照顧自己的大人惡作劇 但猩猩的行為更具挑釁性 很多年前就有動物學家觀察到猩猩之間的惡作劇 但這次的研究是人類第一次系統地整理了猩猩的類似行為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 今日下週 再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